在香港娱乐圈 没人不敢给四哥谢贤面子 但他这次遇到了对手 2015年 79岁的谢贤在采访时 不满曾江的言语 在众多媒体面前 突然掌握81岁的曾江 事后还嚣张地称曾江 在自己面前根本没资格有脾气 但年龄和打人都不是重点 谢贤不知道的是 这次他闯了大祸 6年后 谢贤却亲自跑到曾江面前 向他道歉 临走时还不忘向曾江两次鞠躬 谢贤的级别已经是香港影坛的长青术 究竟是什么能让这个 曾叱咤香港影坛的大佬 挽腰低头呢 江湖传言是因为惧怕曾江的妹夫王宇 身在台湾的王宇曾喊话说 让谢贤爬来台湾见我 那王宇到底什么身份 究竟有着什么样的背景 能让他这么惧怕呢 提到中国的武打明星 很多人首先想到的莫过于 明阳天下的李小龙 或者成龙 红金宝等人 但要说到开创功夫片先河的人 不得不提的就是王宇 他的名气不疏离连接和成龙 是港台第一代五大巨星 是李小龙的前辈 更是台湾第一大帮派的骨干 逢流胜过李胜秋 是当年香港电影界片酬最高 票房最好的男星 曾被林青霞 林凤娇等美女疯狂追求 纵观港台电影史 王宇是不可磨灭的一个经典 今天我们来揭秘独臂刀 王宇的幕后故事 王宇出生于上海的一个富商家庭 他是家里的大哥 下面还有五个弟弟妹妹 父亲是位实业家 经营部场 面粉厂 米厂 他从小的生活十分富庶 从小就展现出了对武术的喜爱 为了让儿子得到更加系统的学习 父母便决定将他送入上海体育学院 接受训练 不久后 王宇的家族生意转移到了香港 他也跟着搬到了香港生活 他就读于珠海学院土木工程系 读书期间 他代表学校参加全港游泳比赛 连续两年拿到冠军 因为运动细胞十分优秀 后来他被香港青年游泳队的教练一眼相中 由于运动天赋极高 王宇很快就获得了一些成绩 他曾多次在香港青年游泳队 取得第一名的好成绩 从小家境游渥 他在父母的娇生惯养之下 性情也逐渐变得嚣张跋扈 经常在游泳队和别人打架斗殴 最终因为影响不好 被游泳队开除 少世丑拍电影虎侠兼仇 公开招募男主角 汪宇有武术根基 长相也不错 有个热心的好朋友就鼓励汪宇去参加 当时有三千多人报名 从海选一路淘汰下来就只剩三个人 汪宇就是三人中的一个 少一夫一眼就相中了这个肌肉结实 每眼间都是少侠风范的汪宇 为了演好自己的角色 汪宇在武师的指导下 悉心苦练无意 拍摄时王宇从来都是真刀真枪 虽然虎侠兼仇播出后反响平平 但王宇的精彩表现深得大导演张彻的喜爱 1966年 王宇的新电影独臂刀上映后 创造了当年的票房神话突破百万元 又能演又能打 还是个好脾气的敬业演员 他深得公司的喜爱 公司一口气为他量身定制很多电影 步步出街大火 影院满座 后来王宇的独臂大侠形象已经成为业界标杆 风华正茂的王宇 除了受到无数影迷的追捧 在众多的女明星中也很是吃香 林青霞 林凤娇等女星都曾与他油染 20岁的林青霞主动追求起了王宇 两人在一起后 王宇脾气暴躁 因多次打架斗殴占据新闻头条 为了不给上升期的玉女 林青霞带来负面影响 这段只维持了半年的恋情便草草结束 偏约不断的王宇越来越火 但到手的钱却并不可观 他心里顿时产生了不平衡 于是就去找邵氏谈涨薪酬 王宇看不惯邵氏科代员工 望着工资单上惨淡的数字 想要解约又拿不出高纬约金 越想越起 居然摸黑溜进办公室 投出了一百多份合约 统统复制一句 没了合同 邵氏也没有证据状告王宇毁约 虽然逃过了一劫 也知道自己不好混下去了 而且当时李小龙也已出出江湖 年纪很快就会与王宇不相上下 甚至超过他 看清局势后 王宇明白香港已经容不下自己了 于是告别老东家 移居台湾 转投新公司 来到台湾之后 王宇加入了帮派 必是香港武打偏盛行 王宇在台湾的知名度也很高 那些整日打打杀杀的黑帮中 也不乏王宇的粉丝 主联邦大佬陈其立就是其中之一 陈其立是台湾第一黑帮 主联邦的帮主 九岁的时候便踏入了黑社会 他从一名小弟一路混到了核心人员 帮派势力甚至扩张到了海外 在台湾包括政府 警察局 情报局都有重要眼线 无人能奈何 八十年代的三大血案 不仅有他的身影 他还是主要参与者 原先王宇还是很客气的 挽决了陈其里的入伙邀请 但后者实力庞大 正是在他的招服下 在信花阁餐厅与四海帮起了冲突的王宇 才得以全身而退 此后王宇变成了逐联邦的一份子 而且据说在帮会中的地位还不低 有一次王宇与好友在一家鸣叫 信花阁的餐厅吃饭时 与台湾的四海帮起了冲突 帮派的人还当众侮辱了他 王宇也不是擅长 随即便请来的人打算报复 打斗中 四海帮的三人都流血受伤了 王宇也由此陷入第一桩血案 信花阁血案 事后四海帮到处寻找王宇 为了躲避追杀 王宇只能躲到香港 最后在陈其立的出面调解下 此事才得以平息 王宇被陈其立的意气折服了 于是决定加入竹联邦 陈其立也很看好他 便让他做了帮派中的骨干人物 虽然事情平息了 但王宇和四海帮还是结下了两子 没过多久 他又一次卷入了血案 当时王宇在天厨餐厅吃饭 结果被四海帮派去的人打了两枪 寡不敌众的王宇被砍了七刀 幸好得到及时救治 这才捡回了一条命 这边的王宇刚回复没多久 就将四海帮以故意 伤害罪告上法庭 但审判结果却与他预想的相差甚远 王宇气不过 便命令手下将四海帮的头目砍伤 始发现场就在法院的走廊内 法庭大厦宣案第二天就登上了报纸 开庭后 王宇被判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 后来经过二审 改判有期徒刑八个月 这时陈气力看不下去了 又一次为王宇出面摆平了此事 最终王宇无罪释放 就这样 王宇从一个武打巨星 变成了和黑帮有着说不清道不明 关系的边缘大佬 他的名号在江湖上彻底打响 业内人士纷纷忌惮起王宇的强大势力 压迫感十足 不过可别以为 王宇的地位就是靠黑帮背景得来的 王宇是香港第一代武打巨星 也是第一个百万硬帝 年轻时的片酬比李小龙都高 光靠这份资历就配得上德高望重这四个字 从成龙到甄子丹 再从刘德华到周星驰 不是把他当大哥 就是眼毛猩猩变小粉丝 在王宇的一生中 他如电影侠客一般 跟很多人接仇 但也帮助过很多人 其中就有国际巨星成龙 当时王宇主演的独臂刀突破百万票房记录 成龙还在戏班学习 只是奇小福之一 后来成龙入行做起了龙虎武师 被罗维看中招入旗下 但当时成龙担心薪资太少 又心转头到家和影业的旗下 罗维知道后感觉丢掉了面子 便直接安排了小弟去教训成龙 当年成龙与好友友在街头喝酒 突然被一群黑社会围住 成龙和红金宝拔腿就跑 在逃亡中成龙拨通了王宇电话 言语坚称自己被罗维所找的心意安围攻 王宇的一腔狭义心肠再次被点燃 成龙当下的处境 不就是当初在邵氏别屈的自己吗 第二天海亲自出面跟罗维谈判 罗维即使地位再高 也惹不起黑白通吃的王宇 只能幸幸地放成龙离开 在他的插手下 成龙顺利与罗维解约 王宇很快赶到现场 保出自己竹联邦的名号 振住众人 这件事后 成龙将王宇视为自己的大哥 只要王宇要求 成龙随教随道 后来王宇再次提携成龙 说服了严控古龙 让其貌不扬的成龙 参演自己的电影火烧倒 成龙一步一步走到现在 成了全球知名的功夫巨星 离不开王宇的帮助 以至于今天王宇去世的消息传来 他也由衷地表达了对恩人的追念 随着时间的流逝 王宇早已不是当初那个 放浪行骸的富家公子了 而是一个黑白两道通吃的超级大佬 之后他开始涉足商界 专注于房地产行业 并因此积累了一定的财富 将豪宅建造的宛如一所宫殿 据说里面许多饰品都是纯金打造的 2019年 王宇被电影金马奖授予终身成就奖 以感谢他为华语电影做出的巨大贡献 will尽力作出的巨大贡献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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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